喔!天啊!好傳統喔! 這個是第一次的...這個是第一次的大亂鬥 天啊!幹! 又是這個!又是誰要站哪一邊了 沒有這已經...這是沒有第一次的大亂鬥是指 全部大亂鬥的第一場 就是內戰...兩個英雄投降內戰的一個版本 出八亂鬧可惟好那有沒有更好的打法?沒有 幹!那不是一樣嗎? 呵呵呵呵!我只能這樣打啊!不然有沒有八亂 不然想想有沒有更好的打法?有啦!六費那個出... 三費以內又怎麼可以解的 狼技!狼技也打不了3-5啊!你出了嘲諷要比對方3-5大 你最多就是跟他出一樣的 感覺不爽!所以有沒有更好的打法?沒有!那就是只能這樣打 呵呵! 對不對? 你怎麼不取林志玲?呵呵呵! 呵呵!也做不到喔! 現在可能不能取林志玲了!你怎麼不取宋和娜?因為做不到啊! 這就是這樣啊!他換有好處啊!因為我手上是那個...我頭上是複製啊!他換我會拿兩隻啊!幹! 不要玩! 拿錯,小幹 呵呵呵! 瑪瑪! 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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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你就是沒錢要幹 對呀!你這個政治人物啊! 超好笑 六廢龍 不會是那個把他出牌 出牌之後直接 他也會加6 幹 媽解不掉 你這不是政治人物是發言嗎 有的熊我當然就選啊幹 如果有的熊他們還是跟你繼續歪歪嗎 對 我大概還是會繼續 我好像應該敲一下 喔沒有 我剛剛敲的那一隻耳 幹嗎 紅龍 你不可能有紅龍嗎 幹 你怎麼還有紅龍就不要玩了 YAHOO 他怎麼一直不按呢 他這個按很強耶 這個要逆轉怎麼樣 我是不是起手應該留火體爆彈 沒留爆彈你要走 打3幹 下不了 我一直覺得這段都兩邊超不公平 沒有啦 炎魔比較慢啦 就炎魔是一個後期套牌 然後帶法力安的那個法力成長 是一個前期套牌 你要動作拿到怎麼一排幽光一排扭 你怎麼也是要下課 幹 雙生動解雙生動 可以啊 肯定 別解 別解會比較好嗎 這要吃屍 不是吧 為什麼 沒看到 喔 還有招 幹 青蛙 幹 青蛙怎麼扛 青蛙快扛不住耶 沒有 敲這個原因是因為 待會可以這個 但其實應該不用這個 你待會就是按天競 然後啪 然後直接開始按這樣就好 我手持三滴血了 謝謝大家 我手持三滴血了 奇莉亞斯 他應該可以出吧 奇莉亞斯 是 還不錯 還不錯 對的 那裡東西呢 沒有 有沒有看到 喔 麒麗亞斯 幹你娘 我當然了當然不會丟這個啊幹丟這個超載你下一回就死掉了好嗎你有AE可以打你怎麼可能先讓他超載這玩意兒可以走臉的他媽下一回就要死了 不要虛空 沒什麼幹用 還沒什麼幹用 他按太少了他按兩輪而已 贏了太好啦 速四六費是哪個啊速四六費 按起來的不用馬不用法力幹可是不對啊那個 耐法力按著這個按起來的本來就不用法力啊 六大黑暗時刻啊你說把場上全部慘掉然後變那個 做得最好的亂鬥是什麼 靠賽 我記得騎手是四費不是嗎所以騎手就丟這個啦 三費三加一那就是硬幣丟這個 還蠻巧 我聽到心跳手 應該是這個這個這個啦 哇解不了幹 哈哈哈 他嗎解不了フ了FI 再來結果스트 因為他本來 你就要弄奈瑪利亞從兩飛開始 奈瑪利亞也太強 這不是雷包嗎 沒有想下這個把它炸 這不要下啊 這媽雷包欸 這留著吧 先不給他補回來 今天就是開放嗎 對吧 武器加封路會OP嗎 會啊 他媽四回可以開始按 不行 他還要再跟兩回合欸 我覺得他跟不過了 喔不對 我沒有防龍火 喔 他要連結 喔 他結了這個了 太爽啦 這是零 這裡應該是要準備開噴了 所以我應該是要解一個 不用解 解一個 不用解 他是不是會6-3解一個 撞個下一個 沒有 那我沒辦法保到8-8不死 全打他14滴他的連結 他烈焰差一回合 所以他現在不能烈焰 他這裡要玩就是一直解這個 連加這個接這個 然後按天然解 可是這樣很虧 所以他應該會做 解這個然後按一個 開始按 欸 欸 欸 不對啊 那我必死欸 你有沒有打錯啊 呵呵 不是 你還不能按欸 呵呵 這要兩費欸 哇操 看不懂啊 老他把他解了 幹 那不對啊 同學 你有沒有打殺小 呵呵 你就不會打了 我可是黑石山大師呢 大亂鬥 大亂鬥 master 嗯 2-0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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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都要打上下打下 大亂鬥級的人上人 大亂鬥grandmaster大師 每個版本的大亂鬥都會打 這樣 七手四八級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叫我這個好廢喔 叫我這個給人家敲 可以可以可以 我跳這個 他要打6 又解不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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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他再敲一次啊 那輸了 輸也是正常了嗎 等下龍火巨人必然開脫 那你再敲一次呗 那你再敲一次呗 好像應該下的沒有 費用不夠 那不應該啊 應該直接下這個 因為他這樣中 差一個兩張補他 出一張牌吧 有好處的 好處的 壓比 錯了 看 嗯 他真的要出牌 有幹啥事啊 什麼 打6 打3 你這裡再出一張牌就很奇怪 他要出一張牌 打6 爽了 爽歪歪 可以啊 這個每一隻都可以切一隻 但我覺得我這樣打要說了 我現在要開始斬支援了 我每回都要按了 按然後伴侶 按伴侶 按伴侶 按十八折 哇好爽喔 好爽喔 這不是怪怪欸 對 沒有 看他會不會覺得是對對碰 所以他會換掉 他會做虧換 他如果66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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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吧 騙不到 又騙到 欸 騙到了 自格降自格費 太厲害了 又要傳說對決了 我現在台邊就還被炎火壓制 有嗎 這邊三費 所以我還是先打這個 然後旁邊那個還是四費 所以我可以先打這個 好 什麼都沒有 欸我剛弄一個 我剛弄一個娃娃人 什麼東西都沒給 他都弄一個這個 什麼都給了 世界真難玩 死定 我也覺得 欸有個同學訂閱了 三十一個月 謝謝你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的通知都沒有出現 會來到睡鬼單季 明白 我關節的 還要被按 濃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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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濃濃濃濃濃濃 濃濃濃濃 比重 哇 嗯 不按 屁癌 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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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他每回滾只要進按這個票 爽喔! 這個要按到贏耶! 蓋 太難了吧 還可以再扛一回合啦 1回合應該扛的是吧 下一回合可能扛好了 喔哇!他有兩張打了唷! 10...20滴 秒鑑定 欸...可以再扛一回合嗎?28滴血常用什麼? 那個...62...12...13...14...18...18加7...25...25加6...他所以31滴血統計上這個平衡版本的炎膜還是勝率高嗎?真的嗎? 我覺得... 不論哪個版本應該都是... 奈法利安勝率高 我覺得 幹也不好說啦應該說... 應該還是奈法利安勝率高 因為奈法利安有上下的那個情況...喔喔喔喔...我覺得奈法利安勝率高 因為炎魔要贏的前提就是炎魔要所有對應都有做到 黑龍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炎魔比較快綁定對應吧?你對應對不到的話就要出打死了 就比方說你沒有噴6或是幹嘛你直接就要死了 因為像他某些出牌或打6那個被解掉是我最虧的情況啊就就... 因為他的炎魔有給你烈焰給你什麼啊然後你要從1費開始漲 然後漲到你可以拯救... 普遍選手 我還看我進一個人... 我還知道他還是可以動太好了 對...對方就...就那個說的沒有錯啦 就對方不能幹事情的情況太多了 就像他這個一回整的... 喔沒有...對好沒有綁定誰先後手欸 那先後手可能有影響 就誰先... 誰先開始被打應該會...會差滿多的 然後炎魔方最忌諱的其實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 呃...你不能因為你害怕所以不敲就比方說某些交換你不做之類的 你一定要...你所有...你6滴血真的還扣 你6滴血打到...打到20錢都是假的 MESKA2 4滴血打到20錢就出了 冒牌座 冒牌座 主要是因為我們說比 會發生的大事來比的話 炎魔可以發生的大事 奈法利安可以發生的大事比較多 奈法利安的這個按下去 幹 你就想像嘛 如果你按的每一個這個都是野心呼喚 對面大媽早就死了 還嘻嘻哈哈對面已經量到不行了 好了 幹 拿錯了 你就啥都別管 你就想像你按出來每個都是野心呼喚這樣 那對面就死掉了 沒有人按 一直丟 按再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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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手絕對沒得打 絕對沒有得打 沒得打 幹 到歐皮身 這會有爆爆飛船嗎? 哇 好像我最新的只有按到那個未見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卡池 就是最...應該是全卡池啦 幹 抓小 呵呵呵 不過他這樣變對鬥欸 好 讓他鬥完了再丟這個啦 喔不對 欸不對不對 那一定要留這個欸 留這個他也可以解掉 幹 二分之一 或是他有什麼打六 解掉一個七七 這樣就可以 欸 不鬥啊 所以他六回不能鬥加這個啊 所以我等一下就先丟這個好了 打六連接 他臉接過啊 是不是三連 好啊 竟敢挑戰死亡之一的女兒 公寶 雖然我不ELL 真的得很 well 但你這樣打也...還不確定 然後... ♥ana才挑戰率最重要是不要抽這個 掰吧 indistinctana只要抽這個就好了 Fin 這個就超強 還是我可以按出奧米加組裝 奧米加組裝發現一個機械 把那個機械合體上去 然後研磨就會說 幹屁啊 你不要騙我 你還不會 來不及了 Dream Combo 龍火丟一丟啦 不要演了啦 沒有東西了 為什麼到8啦 有沒有誰可以去死啊 幹 喔 我可以用4費殺 那我可以下一個 幹 這麼坑自己的 那我沒事做啊 我連下這個不寫 下這個這就殺不了 那是4啊 所以我要留4費 我剩4費可以下 我剩4費可以下 我只能下這個 但是下這個一定會出大事 保證出大事 以前到現在大事出不完 所以我只能打這個 3加1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跟那個都沒有關係 就這消耗本來就是0 是這樣 3加 1加1 4 4 5 4 5 3 喔 先敲一滴 那還是會再多一隻23啊 他那隻不用活著喔 他那隻只要受傷就會叫一隻23 沒有 反正我們現在就換支援嘛 反正我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就閉上眼 按一下大災源 看起來就是現在 呵呵 怎麼現在他媽的就要按大災變 拳打臉丟大災變按這個 那這個要先下 不能先翻啊 先翻大災變怎麼辦 不是 我們擺明就要大災變了不是嗎 就算那張是殺你也等下一回合再殺 所以我可以丟這個啊 因為我丟這個 我會撿到下一張費喔 還是按這個炎爆贏了 按這個炎爆贏了 那後按也是贏啊 對啊 所以就是這個啊 先丟這個嘛 這樣我下一隻龍還是會降飛 明天的事 然後這個就這樣 沒有 你要算找到能直接贏的機率 如果是直傷火球有差啦 其他沒有差 但如果是其他的牌 你還是要打大災變 你就虧掉這一回合欸 這樣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沒有 欸 肯定很棒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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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有,那我一定是打不會浪費的那一種 沒有理由打一個會浪費的情況 忘了忘了忘了 欸?幹什麼? 喔?完全硬欸 好,那我一定會浪費 他怎麼是起飛啊?變起飛? 變六費 垃圾 7費最強 開放佛式7費最強喔 799 蛤?他竟然還去解那個 怎麼不去解55 不懂 幹 安東尼現在是費 喔 安東尼好像也還是蠻強 恩? 解的怪怪啦 幹 對阿 你這樣不是虧掉一隻嗎 拆開 透過 鴨 欸?我是不是打錯 沒有沒有沒有 寶貝三龍 寶貝三龍欸 蠻符合這裡啦 雖然跟這裡一點關係都沒有 幹 變魔術要變贏了嗎? PK 然後再射掉 換了二分之一 Fifty Fifty 幹 贏了 啊 要開右手了 嗚~~~~~ The Red Dead The Red Dead 呵哈哈哈哈 嗯? 欸? 欸? 他會先打3D對不對 呵呵呵哈哈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對勒 強牌 幹屁啦 他死在這種地方 就像死在末日災惡一樣的感覺 對上拉格納羅斯 我會報仇的 黑龍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以前有一隻四肺什麼全場加攻的也是四七型 對 看他硬幣暗 他可能硬幣暗然後借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喔不是我硬幣借喔 硬幣蟲 硬幣蟲會很廢 很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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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手下費用減3 對呀 以前有一隻龍是四回下 那個時候當回直接就贏了 我記得 就他有一個超級強的 超級強的情況可以直接贏 我拿出我新買的大劍 把我脖子上的鬍子 我沒抽到 哇 妖寶咧 看能不能救一下 哇 那我這回沒下怪 如果我下這個我還多一隻 他是全場打 打我嘛 所以我可以留一隻4-1 可能他會接的至4-1 也好吧 欸 來不及了 可以看能不能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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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2 1 2 2 2 1 1 1 3 他這樣真的打得回來嗎? 我怕他嚇一下就被噴死 你看他被噴死了吧 超小 不是 這可以不解 這我從五回丟在場上 他噴你十滴 然後你啥都不解 搞毛啊兄弟 看不懂你打啥 拉格納羅斯 對上奈法利安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我會報仇的 黑龍 哎呦 幹我是水鬼方啊 第一次出是炎魔必贏還是耐法必贏呢? 我的工作無非受到 別載我 密法號 開機程序 完成 感受薩芙蓉的烈焰 感受薩芙蓉的烈焰吧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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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可以多掉點血 多掉點血 那個比較快出來 鼓雷曼格 沒有不解啊 我也不解啊 我也不解 其實我剛傻到別嚇 火底爆炭塔敲一下 這次大戰鬥才出了怪是不是對他用咒術式呼喚就一定只能切出平常爐石會有的怪 對啊 因為隨機池還是 隨機池還是造爐石的啦 這不要什麼義氣用師先敲啊 這個卡拉一回合啊 然後待會我可以打這個加小奔狗 或是我可以打加爾 你不要先敲的原因是因為等他爆完再說 你先敲到時候他把這張 他自己把這個什麼東西沈沒解了 你怎麼在虧爆 加爾比較強吧 裸空台的話先下加爾 沒有 我在想二加戰一下加爾 單發他要怎麼解加爾 他那會不會要靠法術拿到的吧 不然他自己應該是沒有辦法解 那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差別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差別 我看起來其實沒差多少欸 差16滴而已欸 只是現在要比手牌而已欸 就是我每回要靠這個暗死他了 來來來來來來 放出飛龍 打開閘門 乾你娘 打開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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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閘門 打開閘門 怎麽 archives 打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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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我看你了 幹 砸不中 我要砸中他 然後去擋 不是 我要把他打死 打死之後把全部龍拉出來 然後一次鬥掉 不太知道我有鬥 我為什麼好不解 幹 小三廢 我怎麼看 這樣我不用暗了 可以雙撞 然後我可以留 他死身 這個現在解法就這樣 你也可以 不然你就是雙撞 可是你雙撞 你這樣子雙撞 我想一下 你這樣子雙撞 你這樣子雙撞的話代表你那個必死 因為你會留他 所以你不如死這兩個 這樣留誰都沒差嘛 你多一隻所謂生還是比較好吧 所以應該是這個中這個 打這個點 欸 我贏了嗎 等一下 8x8x8x2 1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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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滴血 這個打8x9x4x3 欸?! 幹 所以我要先按嗎 不會啦 龍沒有特大的啦 幹 先按按看 按到這個怎麼辦 沒救 按重點 欸幹 他死了 他媽的再不給啊 死了吧 在那邊鬧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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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後面要活喔 好幾分鐘的鬥我都是個屁啊 三八大頭 呀比! 奈法利安! 對上! 拉格納羅斯 我會報仇的 黑龍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奇怪到底有沒有那一張啊 四回五回垃圾 就這樣 他下那個其實也是虧啊 他下那個變成那個 沒出問題 幹 我已經 怎麼已經洗了三把 啥都沒洗到啊 呵呵 楚蝶 幹 我現在多好四勝一敗 這有沒有那個啊 這個 這個有沒有紀錄啊 HTT沒有你的這個 智障般的這個 大亂鬥劑 噴他兩滴 下一隻 再噴他兩滴 他看起來沒有要解4-8吧 他應該是下一回合佔一個提升技 然後五一加頭解7-7吧 就會感覺 應該是這個樣子 都不解 都不解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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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我一個 生我一個 這個不能跟人家搶解欸 跟人家搶解 跟人家搶解不大事喔 喔 終於找到了 哇靠 但這個這回合會死 所以我要放個別人 真的可以跟人家 這樣搶得贏嗎 這樣我待會7回可以打6-1嘛 這樣比較好 現在怎樣 哇 炎魔打法是怎樣 改打法都不解是嗎 那你這樣要兩隻撞 還是你有爆彈 爆彈 爆彈 爆彈有可能 爆彈 喔 爆彈可以啦 爆彈剛好可以全棋 他都全部撞一邊 然後爆彈給一隻 欸 那你為什麼要扣血了 喔 他先撞 欸 他也不是點個66啊 幹 他又是不解了 雙解 那你為什麼要 喔 沒事沒事 還是 雖然還是沒看懂 但 估計應該是這樣打 永遠不要下這個 你下這個對面比你更快樂 好嗎 對啊 那你現在一定要解中間那隻七七吧 不然降費太恐怖了吧 還是你這個四張四費手牌 可以直接救回來整個世界 no calling 對 斬死他 呵呵呵 呵呵呵 欸 我怎麼記得什麼都沒有啊 幹好 儲劣扣了那些 呵呵呵 他變身都還要一回合欸 你這個血量扛得住喔 不要看我什麼都不會 我就是一個小廢物 至少只還扣兩滴 幹好虧喔 連接一個嗎 哇 還可以砍臉 要走了啦 同學 解不解一個都要走啦 你剩14滴血啊 會不會大啊 你死吧 幹 剩小媽的 MDZZ HTT有給大亂鬥統計耶 來看一下大亂鬥在哪 開放標準建議場全部 英雄大亂鬥 有沒有異版大亂鬥啊 他借了一個戰機 可是我不知道這戰機在哪 對面就不會打咩 對面 對面太奇怪了 他那個太難了啦 他那個一條命 然後這樣子一直敲頭 不是敲頭好嗎 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這個大亂鬥 我會不會先打死 究竟是儲利爹會先經理場12勝 還是大亂鬥先12勝 這有時候也不是他們的錯 因為他們的確很少人玩過 因為這個畢竟上一次出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他沒有玩過我覺得是儲可的 有一隻 找個打6吧 沒有打開玩笑 這也可以 這可以救一次 我覺得他如果沒有玩過 一回就要有東西出 我還不知道一回有東西出呢 你不要在意他們就 好吧 他們就不會完美 下這個可以保一下血 保一下血 然後臉再接 打起來 連爐石基本都不懂 哈哈哈哈 你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啊 你年輕的時候也是個小屁 還在吃廣場 噢幹 不是 你真的嗎 咦 他為什麼解了 他居然解了 他為什麼要解 德魯莉有帶血法 沒有吧 他又不解了 我靠 很早期的藍龍德會帶 不可能吧 藍龍德帶血法 為了什麼 藍龍德在血法 藍龍德在血法 手上等於你要多打掉一隻去降 欸 沒有吧 要看你那 接下來問題是你那個 第一個是你的區間是多少 第二個是 對面德魯莉到底後面打了什麼東西 你有可能他缺牌啊 哈哈哈哈 我沒有不知道 也許人家牌不夠 我 再提 欸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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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冠軍亂鬥的藍龍者有的血法,那時代不一樣吧 不是吧,我覺得你講的這個聽起來像時代的問題 除貼!申請套賽! 打左邊 申請失敗了 生一堆小笨狗~~~ 按鍵胖又不見 我剛剛血才差一點點而已,他現在還比較陡 沒有,他...他如果只好花錢不要解狗,解狗是沒意義的 不把狗全解是沒意義的 狗只會無限 傻瓜 右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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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沒有在算撞三隻的話就生幾隻啦 一隻生...喔撞三隻應該是滿層 沒有在算我死了幾隻 就死的隻數撐你這個嘛 減小 有 有 欸我贏了嗎?我畢業人家了嗎? 減小 我是不是打這個加這個贏啦 呵呵呵呵 呃... 好吧 他會跳的啦 欸 沒有欸 沒有欸 沒有...不對不對不對 我沒有保證中 如果我換掉一隻 我要換掉一隻才能下火元素啊 所以我必須要看天氣的結果才能決定我有沒有贏啊 對啊 所以沒有保證贏啊 大家不要GGYY的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大家不要GGYY的啦 呵呵呵 又贏了 除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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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沒有大亂鬥統計數據呢 好嗎? 現在還有嘲諷德嗎?沒有但是有那個奈德 乃德跟曹翁德基底是不是很像 最後打一棵樹這樣 炎魔先手好像比較容易...炎魔先手好像比較容易贏對不對 喔他二回暗 我看...然後三輩子 呵呵呵呵 算你厲害 我聽到你的心跳聲 感受薩芙蓉的烈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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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裡再敲我頭我解掉他就是夏熔岩了 那我就是夏熔岩跟裁決者 那你不是蜘蛛 嗯? 你... 大隻 大隻 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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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鬼鬼 哇 噢幹 我不知道最後就沒下東西了 哦終於有一回合 搞好他沒下不要 那個不要很大喔 那個很大就呵呵呵 消失了 喔 終於搞到一回合他沒下東西了 終於可以下回合 這回合應該也不暗吧 丟這個還是 丟這個比較強吧 下回合開暗 這樣還好啊 我跟他差多少 48 打36 差8滴 呃 12滴而已 而且我下這個狗應該是比較強 對不對 我現在可以開始暗了 應該是他要怕我吧 不過我沒有拿到第二張狗 所以沒有兩張狗的話 狗是沒辦法叫一大 哎呦 這三小 硬幣 18 欸 東西呢 欸 欸 我是永恆不休的 下加盾啦 呵呵呵 幹 加盾狗要死光欸 真難過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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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加盾 啊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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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狗不要撞 就是他要死啊 呵呵呵 幹 你這個問題就是你要死他還是死狗啊 還是死狗 呵呵呵 死狗贏 欸 那我是應該送他去死啊 然後點他 然後灌他臉 贏了嗎 算一下 3 這個換上去多少 10 17 21 21 秒差多了 我應該把他打死吧 對啊 這可以走啊 然後 打自己的 內戰 你看 他就是鋼鐵人 我不是 他就是美國隊長 我就是鋼鐵人 呵呵呵 兩個一臉都不像 再笑啊 幹 然後等一下我就被打爆了 還是不要吧 還是不要笑太早 哈 內戰都不能講 他要幹嘛 拿頭敲他喔 他要幹嘛 拿頭敲他喔 抓小同學 你是不想我 他不打了是不是 戰士頭殘耶 頭 哇 呵呵呵 哇 哈 又贏了 雏丁 又贏了 儲滴 拉格納羅斯!對上奈法利安! 什麼是無套牌喔 是這個地方的主人!我會報仇的!黑如! 金剛好就是在金剛開台那個啊!對不對!金剛狼人殺! 呵呵呵! 我覺得你一直手動把這個敲敲到掉回子 沒有我要一直敲他!敲到他倒回子! 金剛狼人殺APP! 他真的打算殺了喔唷!可以瞄打! 瞄穿! 因為我不解這個傷害太高啊!如果硬幣做的可惜! oh shit! 做的很難捏! 我沒敲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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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白臉! 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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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玩一回合!哇靠! 不是減2的問題!大概減了20幾的問題吧! 是誰來煩啊 幹 決定除天猴了一回合會不會贏啊 恩? 完美 幹 選屁 又把這個坑了 好 我吃一點傷害 這樣比較快 下一回只能打狗 下一回不能跳 啊 原本我這一回合 原本我這一回合 原本我下一回合 敲完就可以暗了 我還要玩一回合 除天猴是不是個智障 Legendary 喔? 喔幹 你這什麼雷包 即將結束 木洛艾薇娜 木洛艾薇娜可以打什麼東西比較厲害 第一張牌不用錢 所以第一張牌打越跪越好 那就是火元素啦 可是木洛 不是要木洛艾薇娜給他 不是比較容易出事嗎 我要怎麼解 我為什麼比較便宜 放著解這個啊 我可以做什麼啊 這個打3 4 5 6 7 8 連接剩7滴 不太行吧 烈焰風暴 不是烈焰風暴完 然後咧 這個加連接 那不是一樣嗎 那就是這個先 那就是這個先 然後打完一套用護甲拿起來 不是先抽牌 不是免費只有第一張 你能不能了解啊 進去第一個不要用錢啊 你現在就好像去吃 吃到飽 不是去吃到飽 不是去吃到飽 你現在就好像去吃 去吃到飽 然後他跟你說 我們今天招待你是第1萬位客人 你進來點的第一個餐 不用錢 現在那你要什麼 我要沙拉 你是不是傻啊 嗯 布丁 布丁跟沙拉哪個 這應該還是 哈哈哈哈 沙拉 贏啦 哇 哇沙拉 嗯 不錯不錯 如果只要哪一層八包 還是有這麼大的獎牌 可以 你這樣就跟我以前堂弟一樣 我表弟還堂弟 堂弟一樣 其實吃到飽 他的戰績 三碗炒飯 他就沒有下一次了 好險要不要吃青雞啊 嗯 哈哈哈哈 真的很寸寶 進去 一個人600 500多 400500塊 看起來是400500塊 一個人4500塊的 那個吃到飽進去 第一個就是 超不完 超你妹 欸 你知道這其實可以做一個操作耶 因為這個可以完全卡住他的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可以打這個加這個這個加這個也可以 這兩費 雅弗讓他以後要吃到飽 要賺錢就行很會炒飯的去 欸 欸 太快了吧 心態勒 快12勝了幹 心態勾了幹 我把大亂鬥都快12勝了 好屁喔 對面ID叫CLG欸 雖然他第一個字好像拚那麼怪怪的 哎呦 打6 9勝快率跟抱犬申請一個劃車 幹可是我有一敗我要重新排隊 但我覺得我還是蠻厲害的 就如果今天你要比這個這個大亂鬥之戰的話 我說不定還蠻強的 炎魔打在房好玩啊 至少比很多東西好玩啊 主要是要會打啦 對 新棋子是同伴方塊 你說那個喔 新棋子聽起來像優光啊 照你們講 應該是優光吧 比波爆控戰內戰也好 當然 這兩個不能比 減肺龍 他如果硬幣跳減肺龍就完蛋了 就麻煩了 硬幣跳減肺龍就要直接灌他活力爆蛋 然後敲他 天啊 今天就要打了 他還說一麻煩了 他已經是有不在了 雙方的 他還說一顆 有不在了 那些靈魂的 那個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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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裏下狗也沒問題 狗他也沒辦法說 就不按這個下狗 不過狗的缺點是他是二傷他是五傷 他是二傷 所以正常為什麼他設計7 就是因為5加2剛好可以截掉一個 可是如果你今天打狗的話 就變成你要嘛就是等一下要靠狗 一直生一直生 你才能贏 沒有我覺得大部分奈法立安的打法都錯 錯在棋手太想按這個了 但其實不用 你大概7回錢就每一回合都要把477全部直接下到滿了 按這個按這個按這個按作 測量才可以截掉 請按這個按這個按鍵 請按含個讚 注意按鈕 不要有什麼按鈕 請按鈕 請按鈕 我剛才想的是 我要限制他去換四五,是不是只能下風落 因為我這裡噴六的話,他後面出其他龍會不好解 所以我這裡不好噴,我這裡噴六單解的話不是一個很好打法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打兩回合 這裡他比較好的解法是五三,五三要去撞四五 五三至少要去解一個,解一個風怒也可以 然後看他後面下一手那個七打什麼 他七後面額外刷一個,或是還要看法術 好,我們不過去,這裡最好有一個東西會數字暗炎 這樣 想給他解就好 呃 然後 喔,他選了這樣解 不然就是沒有暗炎 我是不想打暗炎 有 蛤? 喔,五六滴 可以 五三結五 那這樣子就變成 小廚大師 接兩個素人 喔,我打錯了 我打錯了 這樣我要接七滴,我要這個紙張 噴 我應該送掉一隻狗 呵呵呵 我應該是這個噴他腦送掉一隻狗 啊 啊 小孩 小孩 沒事沒事,就會早一點出來 沒事沒事,就會快一點出來 沒有,我們沒有打錯,其實打得不夠好 對啊,我應該送一隻狗,我要掉五滴 然後還少一隻狗 還少一隻狗,還少兩滴血 幹 嗯? 臭小孩 咦 诶 有沒有人認識文具批發的啊 欸,有沒有人認識文具批發的啊 批發這樣子一個假皮的那個本子要多少錢啊 嗯 欸,有沒有人認識文具批發的啊 我在淘寶查是15塊啊 台幣 哇 加頓早一回合 剛剛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麼解左邊 6加5加 一個2撞進去 然後刀砍一個2 下一個0 加頓早一回合 還做直接全撞掉 6加5加2 2千裝賣一盒先手 丟零 沒玩笑丟零 喔不對 我天氣可以按 天氣可以按 所以我其實可以砍一個 可以砍一個 對 我可以砍一個 再決定怎麼解 所以我可以先砍一個 那我可以先按一個 因為我按一個 因為我按了之後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可以先按一個 然後再一個 我可以砍一個 不是 這樣血量有點危險 沒有塞爆彈 你塞爆彈就是狗全換然後丟爆彈 就這樣 但他要解掉一隻22的機會有點太高了 所以我應該是打反場吧 就是他等一下衝我一波然後做一些花式對決之類的 我就把加頓丟下去 不是 他開嗜血所以我就走了 呵呵呵呵 還是我應該 狗換一隻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是嗜血 嗜血打20 喔 那可能要換一隻狗 就是這隻就放掉啦 就放掉這一組 然後換一隻狗裝進去 然後被砍一跑就死掉了 好吧 看你表演了 主要是他要拿到直傷可以把自己這隻打掉 就是我 我剛那個情況就代表我要全部 我一樣是解這個嘛 然後這不下嘛 狗全部送掉 然後這也不下 然後貼一個火體 按一個貼生技然後貼一個火體爆彈 可是他拿到的法術裡面要打不死這隻龍的機會 打不死火體爆彈那隻龍的機會 有那麼一點低 因為他連這個都可以打死 所以你貼龍 很難 很難 喔 他要撿到什麼 太給面子了 兄弟 嗯 好 掰 還是假盾就好 假盾 從左邊 轉 就這樣 奈法曾經有紅龍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真的嗎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奈法如果你有那個嗎 套牌資訊或什麼資料 我印象中也沒有 你套牌有紅龍直接噴就直接走了 對面六血噴完十五耶 對面六血噴完十五耶 三回合內就會打死了 而且你還有龍之伴侶可以降費 真的假的 第一次有 不知道 我沒有印象 我的印象可能不真准就是 小粉狗屁股 小粉狗屁股 現在你就對了 我幹打到了 怎麼這麼塞 太賽了 令和年真賽 我想說我一隻都沒點 我想說我一隻都沒點 這樣被解掉 他媽真是個水鬼 他那個法術到底拿什麼啊 三張都不打 都拿自己的 暗咽又暗咽 盾 這樣腳剛好可以閃過 好痛 好歸 這打中要怎麼補 打中可以用這個嗎 那就先暗了 暗中了 暗中了 加盾 欸幹 你怎麼沒有打臉 哇操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呢 他怎麼快頂不住了 還是幹 他手裡應該不會是炎爆吧 等一下 這個他快頂不住了吧 還是我應該要防一下炎爆 應該要把這個7965撞然後直接那個龍炎打掉 幹 龍炎下一回合應該就贏了 應該是不會這樣按吧 不防 喔 我應該貼他火體 貼他火體他799還要撞88還不會死 他還要想辦法加攻 應該要貼他火體 啊 這裡拿錯了 有黑龍啦 有奧尼有 有奧尼克西亞 有亞歷史濁沙嗎 亞歷史濁沙 5回伴侶6回打 對面就走了欸 7回打 幹 還有把這東西東西 對面會拿到龍吼 有我剛被拿過龍吼 所以我知道 我小小 我小小小小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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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乾的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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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上的 贏- 阿 Easy man! Easy! 大彎都可以打12層,看起來是鬼故事的 我會報仇的,黑龍! 我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Easy man! 幹,我換我打這一邊 先走後手,後手撕跳 我還有內劍就有屍遙,我以為是微賞 欸!我被撞到同一個欸! 這不是什麼12QLogic的那一個嗎? 對對對! 喔!他學會了! 不錯喔! 好! 5號,許多安律 沒有,他變成要解3-3 沒有,他不解3-3會出事 不解3-3他這個再也叫不出來 嗯,就看他知不知道啊 沒有,因為他做了一個正確操作 就他選擇去敲那個7-5 也不算正確操作啦 下一盒敲也可以啊 唉唷! 喔~~ 變魔術囉! 欸?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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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其實,不要解這個 他這個會把他打死 看他知不知道 應該知道啊! 打到現在還不知道 他這裡不出牌說不定也可以啊 喔!他出牌了 哇操!那他要被痛了 那你撿那個7-1吧 有好處的 他現在幾層? 4層? 3層? 很快啊 這個還不好說誰贏欸 這個打得很接近 嗯... 小小根 嗯 超級 不疼嗎? 這樣要殺一隻一隻狗 另外一隻狗一服 怎麼樣? 瘲喔 我 defending 康祭 真、人、人要大陸 對不對 Chad 揖 突 你沒有理由解他,你解他都會多一隻二次狗,所以你不要解比較好啊 沒有東西太玩的啦,你硬幹的就可以幹死人家 欸,你這樣狗該不會一把要親 對對對對,欸,還是會玩的 你血不太夠用 我血也不太夠用 6回,他也不能打架 我要等下開始暗天氣有危險 總之不知道,爆彈那裡有切到還是有一點點 但我現在這裡其實也打不過去 打3的話,他可以把21狗送掉,所以他等下還有兩隻24狗 然後我解過去 不是很好,應該要說 好像會輸欸,這樣打 前面那個571他有聰明的解掉 敲一個吧,按一個吧 有些鬼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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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鬼還要 有些鬼是要 這一隻幾飛?這一隻一飛? 這兩個都0飛啊!打消失嗎?就什麼差別啊? 而且可能要解這個 不然下來再噴6這隻就死了 所以我要保了 所以我可能這四隻要撞掉這兩隻然後噴消失之後 但我消失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消,我只能下一次6而已 啊!又有龍卡拉排庫 又有龍卡拉排庫 對阿!這樣對買直接沒什麼 不是!是因為他那張是戰吼,你給他那張戰吼回去打6回來 來!幹!沒賺啦! 來不及啦! 單點知道,如果5的話5可以暗炎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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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話5,6去吧,這個加這個可以解到 先全場是這個再加這個可以解掉這兩個6這個而已 打6那就停牌,那就是不請天氣死的就這樣 沒辦法解啊,這裡全打4 沒辦法解啊,這裡全打4 這樣50%死去 看他們解這個就這樣 他手裡有什麼啊 嘲諷,他手裡有兩隻是狗,這是我回的 喔!還活著來了,還有6滴血 大概 他怎麼又有夜主呢 再按一次 沒有,這我知道 抽到龍斬鯊跟那個好像可以 抽到龍斬鯊配 抽龍斬鯊配暗炎好像可以 但暗炎要自己的 所以龍斬鯊把20砍掉,直接噴掉 幹!其實我算錯一件事情 我後來想想解那個跟直接打頭是差不了 傀儡 阿莉安 對上拉格納羅斯 哇幹我們打VO3了欸 我又打他欸 蛤這遊戲有沒有別人啊 哇幹終於有鬼神 又有鬼牌了 記住幹雷丁浩千萬不要丟 丟雷丁浩人都輸了 幹我這競技場VO3是不是要輸人了嘛 哇垃圾 幹我的四費起手竟然要按 天啊太難過了 幹我覺得我要 我感覺我沒有辦法死二歲了 感覺我要輸了 他竟然還有小鬼可以下 真爽 總之這一次已經補一下了 這在我的世界裡面是不能下的東西 竟然這個比較死 尋 им 混淨 赤 你 你該不會二回要頭吧 太快了 哇幹你不動了 動了動了 你敲吧幹 他現在每敲一次是騎B鞋他已經超不爽了 我每敲一次要掉7滴血 我好打屁喔 爆彈 這裡爆彈就虧了 打6 然後連接 以前鬼神組合就是這樣 就上回打這個 下回打那個 沒有 不是打這隻啦 上回就是一回打這個 一回打那個出牌扣癢滴血的 然後對面就幹你娘 把這玩三小 然後對面就走了 總之只要我這隻對面就會覺得人生很難 就只要我這隻對面就會覺得人生很難過 我到底現在是敲打了還是做什麼事情 這張牌特色就是兩個 就是痛苦 痛苦 死亡 殺戮 不然就是那個啊 這個接 這個接掌攻擊力接 開接閘門 對面就走 對面就會覺得 這個已經不好 喔又可以接 打6 然後連接一下 可以啊 兄弟 還在遊戲裡 沒有回按這個電視機 下這個 幹嘛 你要下電眼小鬼 你真的是作弊 沒有啊 我打得好而已啊 心理必按 扣血按 小鬼 小鬼 巨人 幹他已經巨人了 臥槽完蛋了 心理 欸 欸 出大師了 喔 喔 欧把號 開機衝送 他應該贏了啦 我覺得 我下這個的時候他應該就贏了 因為他可以戒我兩隻大啦 這個戒一個 這個戒一個 然後他這個法杖還可以留著 所以他可能手裡有 如果他手裡是打5的話 打5可以直接打這個 所以他打5連戒一個 然後這個戒掉這樣就好 他應該要贏了 要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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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流滴血可能搶不完了 幹 我這樣沒有格 欸? 像那一牌嗎? 什麼血血這麼少 要輸了 他等一下要跳起來了 怎麼辦? 多判 解不了那個八判 有啦 現在撞可以解啦 現在撞左邊直接兩張按掉是可以解啦 幹什麼太智障了 這麻煩 這麻煩 啊 這麻煩 有在想真的悶響 有在想真的悶響 要直接埋臉 好 可以 喔 還可以 這樣我還可以混一下 好 沒有那我等一下開始秀一波 沒有把這隻送掉啊 喔不會他會用天際 沒有我現在時間來不及了 所以我要等下一手 沒有因為我現在可以觸發這個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打這個這個嘛 我能觸發的只有這一個 對啊所以我不想要觸發這 我不想要這一個 我在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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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下手 什麼拉機 噢 這什麼拉機 中了拉機 把這個炸掉比較好 但我不能這兩個都打 你的靈魂在我手上 可是我這個給他法傷減三這個太危險了 他烈焰一定可以打烈焰死費而已 他還有兩張焰刑可以打 好像應該還是炸掉比較好 炸掉是輸天人技 要天人技可以直接把這個死神的一隻炸死 嗯 好難啊 難你決定 牛年就打了不要演了 在等一手 你說按這個叫這個 這樣也可以啦 喔!! 差了一點 欸?! 沒有打臉爆彈 這還真不好說 加錯了 兩個你是不是偏加一個不會動的 一段時間沒有看到褲獵的感覺有點重 有點寬 除了波波還要去健身 沒有 只有變胖 這不用看太多 可以互切 可以互切 我要下三隻 下四隻 我要跟他互切 而且這是一個重點 他受傷了 可以拿這個拿回來 要死了 9加6 15 16 16 16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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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 19 21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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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贏不了我的 直接概念上之後算了 光珠鑰匙 絕對沒有不公平的,大家考問太多,問題太多了好嗎?絕對沒有不公平的問題 這樣了解嗎?各位同學 光珠鑰匙 光珠鑰匙 大家都覺得 你看,除天打了十二場,打了十四場有十二場贏 你他媽可以講這個勝率上的問題,這樣不太對吧? 沒有算耶,CC 差不多吧!那一把! 這贏了,贏了,贏了 噢!尬!他媽還合了這個 欸!我沒沒沒 黃黃的 一坨一坨的 天不辣 畫面黃黃的 啊!沒啊! 不錯啊!蠻好玩的耶! 大亂鬥十二勝 拉格有輸吧!拉格有一把被龍還是什麼 沒有,但總之打的是蠻好的 總之整體裡面打的是 打的是挺好的 欸! 賭賽就會贏,我覺得 我覺得換牌啦,我覺得奈法綁定換 奈法立安綁定換牌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那個 操作 欸!沒有炎魔會綁定換牌,炎魔是起手一定要拿到打六 一定要拿到那個三費 哇靠,我粉絲專線被退四個站 衝他小,我們打獨十競技場也被退四個站 好啦,就是 如果你是炎魔方的話 你起手一定要拿到打六 沒有拿到打六就比較難玩 爆彈跟打六 就這兩張牌是一定要拿到的 如果你是奈法立安的方的話 你就是四七七六費 六七七降三費 然後五七七每個人出發扣癢底血 跟另外一個那個全都下 我覺得這二六六嘲諷沒有用 因為你二六六嘲諷不如按天生技 在你還沒死的時候 二六六嘲諷的問題就是 你跟按天生技的價值差不多 因為你天生技跟撞七七是一樣的 對嘛,假設你下二六六 對面下一支四七七 你拿六六狀刀卡跟你下一支五一狀對撞是一樣的 只會在一個地方不一樣的是 對面拿那個黑衣墮落者把你點掉的時候 你就啊,幹你 除了這個不一樣 我覺得剩下都差不多 所以我自己還是傾向你起手盡可能 就是你盡可能手牌留著到後面再打架 就天生技開始按了之後 再開始做其他事情 應該會好一點 就這樣 這是我覺得比較好一點的 比較有差的地方 因為 然後奈法利安那裡可以贏的情況就是 不是奈法 奈法利安可以贏的一個情況就是 他起手若起三三那一支 劇毒號的話 其實可以下 因為劇毒號可以殺死 排球這裡有什麼活動啊 我已經媽一個禮拜沒打開排球 我已經...對 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打開排球了 我已經被排球新灰營了 只要是他沒有出新的娛樂內容的話 就有點無聊 就不好玩啊 沒有娛樂啊 你只看的事情都一樣 差不多要下班了 這個 這次拿幾包卡包 你就天選之人嗎 其實我跟大家講我以前到現在天選之人我都沒有選 呵呵 好故事到哪裡了 喔對我們要休息了謝謝謝謝大家 請這個如果你有什麼新卡投稿方向的話 可以展示一下皮卡丘 他已經 名偵探卡丘 他已經快可屁了這樣 現在這邊還有五百多個人 好我們差不多要休息了 對 然後這個本次想要投稿的呢 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裡面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這裡有 這裡有打麻將的投稿牌的 打麻將的打排球的打手勝的 之類的 分享友誼賽的 友誼賽隨便自己去啦 我不在意啦 喝掰 乾明偵探皮卡丘的那個Twitch手音會我沒有參加到 真難過 4月30號就可以看了 啊 啊好想看了 好說掰掰 掰掰 看這個人這樣睡著了 你看 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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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